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是无量光明、无量寿命 佛是各者 合起来就是 归命无量光明和无量寿命的各五者 至于其中的心意 我们来看一下从古至今 对这六个字最权威的解释吧 唐朝的善道大师说 言、拿莫者 即归命 亦是法愿回向之意 言阿弥陀佛者 即是其行 以思义故必得往生 讲来就话长 我就长话短说吧 类似的句式就很多 例如 拿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莫观世音菩萨 拿莫地座王菩萨 拿莫就是归命 仰靠 愿意将生命 真诚彻底地依附 归顺 拿莫的左边是我 右边一般是佛菩萨的名号 亦都就是我 归命 我位佛菩萨 因为我太妙小 太无力 因为我 相信佛菩萨 会爱我 帮我 护我 救我 所以归命 所以拿莫 拿莫 哪个呢 这个是选择的问题 现在人家经常说 选择大于努力 可以见得选择的重要性 上一期我们讲过 阿弥陀佛是佛宗之王 光宗极尊 发了四十八大愿 救度众生 所以归命 依靠阿弥陀佛 是绝对靠得住的 当然选择它 而阿弥陀佛者 即是其行 就是在我们愿意归命 依靠阿弥陀佛的当下 阿弥陀佛的全部修行功德 就是我们的了 例如 我们坐上车那一刻 车向前行 我们就向前走 车的速度 就是我们的速度 所以 拿莫阿弥陀佛 归命阿弥陀佛 我们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修行 其实修得很厉害的了 这个就是高妙的 无修而修 不行而行 所以 拿莫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含以极深 每个清念名酷的人 都在念佛的当下 得到阿弥陀佛 光明的保护 并最终往生到 它的正土 还记不记得 阿弥陀佛 为每个众生 建造了无与伦比的 极乐世界 它的能量 超乎你的想象 在它的极乐世界 只有快乐 而无痛苦 还能够快速成佛 所以 念拿莫阿弥陀佛 就是承着佛力 去极乐世界 简单说 阿弥陀佛 让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说的是 来啦 来啦 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说的是 去呀 去呀 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说的是 来啦 来啦 有音音的呼唤 有尽尽的教会 有响亮的回应 就好像天黑啦 我妈妈叫我回家 想起来 心里面 就很温暖的啦 听释迦牟尼佛的话 念阿弥陀佛的名字 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去阿弥陀佛的世界 我愿意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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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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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